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一下修行满费 那么这个整个内容 就是用十九个方面的问题来宣讲的 其中我们第一个问题 堪破禁止 作为一个修行人 应该对精神的名为利养 地位财产等等 这些应该能堪破 没有堪破的话 修行是不能成功的 所以前面也续说了这个道理 下面讲 不堪破禁 也是意味深长的说 修行人在精神中 因与其他人截然不同 就是我们修行人的行为 他的方法 修行人有很多行为 应该与其他的世间人 应该截然不同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是修行人 每一个人的身份不同 他有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世间的一些解放军 和世间的其他的一些老百姓 他的行为 作风 平德 各方面也是与常人是不同的 他有他的一条规矩 所以我们作为修行人 与世间人应该是截然不同的 再加上他的行为的快乐和 世间人的快乐的方法也是不同的 他说 布多瓦格西 他是这样说的 我在家的时候 我曾经在家的时候 曾三次去瓦井 结果一无所得 他以前也是在家的时候 我们世间的人一样的 可能也是受过一定的苦 他是曾去过三次瓦井 结果一点也是没有得到 现在每一天都有 虚度量黄金的金像 有很多黄金的收入 当时因为布多瓦格西 后来还是很出名的 所以很多信徒们对他供养金子的 金戒子 金像粮 什么各种各样的金子 供养他 就这样的话 他现在不用去瓦井 不用亲自去瓦井 但是实际上也是收入很多的 勇往古的堪龙巴所拥有的幸福快乐 名望 世间无人可除其有 就是他这里说 现在有一个叫勇往古 勇往古 堪龙巴也在修行 他以前是可能在家人 还是比较辛苦的 后来他也变成了 很有名的出家人和修行人 然后他的快乐 名声 这些也是世间人 没有一个世间人 可以出其有 也就是说 没有超出他 没有能干得上他 龙羞的江维瓦也是快乐无比 那么龙羞地方的江维瓦的话 也是非常快乐的 这一切都来源于 如法修持的结果 很多修行人真的是 他以前在家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但后来出了家 后来去修行了以后 一定快乐的 因为江维瓦和堪龙巴 还有布朵瓦格西 嘎登派的三大格西 他们居住在不同的山谷里面 居住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他们都获得了 佛法当中的一些快乐 所以我们关键就是要获得 佛法里面的一些精髓 如果你真正去修持的话 不管是世人怎么样评价 世人怎么样不理解 但是自己一定会获得了 佛法当中的一些养育 就这样一来 自己身心都无比的快乐 不但你的身体快乐 心也是非常的快乐 你活着的时候也很快乐的 死的时候也是快乐的 以前那个 记得下个措置上桌 他是这样说的 说修行人死的时候 跟世间人死法完全是不同的 上等修行人 他喜欢死去 喜欢死 因为上等修行人 他有一定的境界 他死了以后 一定会是快乐的 他说上等修行人 喜欢自己对死亡 有三生喜欢性 关系性 中等修行人 对死亡有一定的把握 下等修行人 死亡就不后悔 死亡都不后悔 下个措置上桌 这样讲的 但我们世间人不相同的 世间人对死亡 不喜欢死 然后死的时候也很害怕 死的时候没有把握 死的时候很后悔 有这样不同的观点 因此我们在座的人 我想不是肯定不可能的 就是都要会死的 但是死的时候 如果你真正有一些修行的话 那不像世间人一样的 自己一生当中 好好的行持佛法的话 对来世有些人有一定的把握 尤其是有大圆满的一些境界 这样的话 那临时的时候 自己有一定的把握 死亡就像是从一个地方离开 到另一个地方一样的 根本不会有什么恐惧之感 因此修行人 不管是你活着的时候也好 死的时候也好 真是非常快乐 伯多瓦格西也是说 我们三个地方的这些格西的话 对世间人当中最快乐的 以前在家的时候 还是生活很苦的 但是现在通过修行以后 从财产方面来讲 也是很富裕的 很富裕的 然后从这个境界来讲 现在很多人 尤其是西方 像美国 他们的有些佛教徒的话 他特别喜欢佛教里面的这种快乐感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佛教对财产 民事这些都是不去执着 没有去执着的话 他们心里面自然而然会有快乐的 但世间人不是这样的 为了一点点的名为 财产 利养等等 特别特别的执着 有了执着的话 就是有了痛苦 有痛苦的话 过在这个世间 也是没有很大的意义 因此我们有些 这些嘎登派的 有些行为的风法 在自己应该行则 现在有些道友也可能是这样 以前在家的时候很苦的 现在在佛教当中出家 很多没有什么牵挂 没有什么牵挂的话 现在过的生活是很潇洒 很自在 就是很快乐 也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当时伯多尔格西也是这样讲的 然后蒋尔格西 蒋尔文也深有感触地这样说的 在我修行之处也是艰难重重 生活是一场集聚 他刚修行的开端的时候非常困难的 有各种各样的 可能他家里也是住着 然后自己生活也是很困难的 生活也是非常积极 脏霸吃完了 以蜘蛛为复 就是他这个脏霸可能吃完了以后 后来就没办法 只有像梅拉尔格以前一样 蜘蛛来开始生活 然后裙子破了 没有可以补罪的补片 而只好用皮革代替 他的裙子就旧了吧 裙子旧了 最后都是以破了 破了以后 按理来讲的话 裙子是普罗做的 应该用普罗来给他做补偿 但是他实在都找不到普罗 最后只有皮革 因为以前藏地 他补品方面非常少 不要说是当时蒋尔格西的时代 我们小的时候 一般皮奥衣服比较多 家里面的大大小小的人都穿皮奥衣服 然后补衣服的话 一般有时候过年的时候 或者是有时候参加一些宴会 这个时候穿一件两件补的衣服 当时的这样的 这个旧事会 尤其是蒋尔格西的时候 当时可能非常艰难 他的裙子破了以后 只有上面有打一些皮革 皮革打成一波 如此天长地久 旧部人们称为是皮静者 因为皮静者 他最后的话 可能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皮革 打上布头 没有布 事到如今 即使我负担养育 整个南产部主所有众生的重担 似乎我也能够胜任 他说 现在我已经出家了 因为蒋尔格西后来已经出家 刚开始的时候很困难的 但后来他的名声就比较大了 人们对他恭言恭敬 这样以后的话 他的财产就是越来越丰富了 然后他说 我现在的话 跟以前的生活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现在我可以整个南产部主的人们 都给他们发生活费的话 就没有任何困难 我那天跟赤尘龙叔叔开玩笑 当时格西 可能他自己有一定的供养和收入 觉得是特别特别富裕 从历史上看来的话 蒋尔瓦并没有说是这么富裕 现在的一些大老板想比较起来的话 可能蒋尔瓦格西也是不一定是那么富裕 但是这个是文字上 文字上的话 有时候也有一些夸张的手段 就是我现在很富裕了 整个南产部主的人们都说 我可以养育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有些大富翁的话 也可以这样说 只要我好好的发财的话 我把你们无名佛学院的 以后的养得好好的 就是根本没有问题 请三十三宝加持我 我一定要生意成功 有些老板经常给我们也是这样 但实际上他生意成功 也是不一定养我们无名佛学院的几千个人 所以蒋尔瓦格西也是 他说是现在站不住的所有的人 就是养育的话 就是根本没有什么任何问题 就是我可以能这个圣人 同样以前米拉大伯 还有国陈尔瓦等等 在当初做在家的时候也是悲伤见性 这个国陈尔瓦好像是下面我们诸书里面 就是六十九个诸师吧 六十九个诸师当中也有他的略传 到时候你们自己看一下 然后米拉大伯瓦就是我们经常所谓的大伯瓦 就是米拉日巴的大弟子 他也是后来遇到米拉日巴而获得成就的 那么以前在世界上历史上 著名的这些大伯瓦和国陈尔瓦等等 国陈尔瓦也是他的教言非常多 以前国陈尔瓦的有些教言 我应用在藏传俗师观当中也应用过 米拉大伯瓦和国陈尔瓦等最初的时候 也是非常困难的 居如佛们舍弃禁食后 以从生生宿命中脱颖二处 后来众多的宿命 众多的拼命当中 他就脱颖二处 生生宿命中脱颖二处 成为了天底下最快乐的人 国陈尔瓦和这些也是 以前在家的时候非常痛苦 最后在天底下是最快乐的人 我想说我们这里的有些修行人 现在已经在学院当中 带来十几年的 五六年的 这些人从佛法当中 真正获得了一些佛法的 微妙的这些进化 现在不管是你遇到生活上的 什么样的困难 他还是人生是非常快乐的 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在座的 很多修行人也甚有体会的 现在不管是你变成什么样的 你生活富裕也可以的 生活贫穷也可以的 或者你生病也可以的 不生病也可以的 凡是你的生活当中 跟世间人相比较起来的话 完全是不相同的 世间人对所作所为都非常自作 这样以后的话 他们经常是非常痛苦的 那么我们修行人应该有很多的 像米拉达伯瓦 他们也是天地下最快乐的人 如果回过国王进来的 所有千百大德们的世界 我们就会发现 都是沿着同一条足迹走过来的 就是像从释迦牟尼佛 后来乌光尊哉 麦彭仁波切等 我们从千亿尼玛巴的 一些高僧大德的事迹来看的话 他们都是沿着同一条路 就是同一条道路走过来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最初的时候 他们也是现在生活非常困难的 痛苦的 但最后在自己苦行 自己苦行以后 不但人们也是对他恭敬 然后自己在生活上 自己在修行上 也是一定的快快乐的 这就是我们修行的一条轨道 我们应当对此甚深思维 如果能生起精神 这绝对不可能不信佛 凡之如果不能看破精神 而贪图精神当中 获得幸福快乐 那简直是痴心妄想 这是根本得不到的 不管是你这个表面上是怎么样 这个生活怎么样 这个好 但是实际上 你要想获得快乐 获得快乐的话 这是根本就是做不到的 就是根本不可能现实的 因此我们最关键的 就像我们有些人要开车的话 就是最主要的这个窍卷线要动 就是没有动到的话 你不一定开得好 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这个修行道路上的话 首先是对这个事件的做作作为 尽量就是不要太执着 就一定要看破 没有看破的话 我们的这个修行 就是不能成功的 无论是你是在家人出家人 当然出家人能看破 所有的自己的家庭房屋 菜餐这些都完全已经看破了 但是我想在家人的话 在家人也有在家人的看破 为什么这样讲 有些在家人的话 明明是有吃有穿 但是他想是还要再继续发展 继续发展 结果就是一无所获 所以在家人 有些在家人的话 还是自主少于 他在有一定的生活条件的时候 自己也是出出事件 经常有一种满足感 没有满足的话 他不能看破 有满足感的话 可以看破 因此我希望我们这次发会当中 也有参加很多在家的居士 但是在家的居士 按照真正的我们修行 开启修行门缝里面说这样的一样 全部要能看破的话 现在可能还不能现实的 因为自己的家庭 很多制作现在破不掉的 但是我们最主要的 首先你不要盲目的去希求 什么大圆满大树印 一定基础都没有 先把这个完成的话 这个恐怕不现实的 一定要先从世间的佛法的基础开始 佛法的基础什么呢 所谓的我们对世间法不能太执着 世间的所作所为 没有太重大的意义 这方面自己一定要下功夫 这样一来的话 自己生活也是很快乐的 而且所谓的修行也很成功的 因为你对世间法怎么样做的话 实际上这个意义不是很大的 只有修行才有意义的 因为修行能解决精神的快乐生活 也能解决来世的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对修行一定会是看重的 所以我认为 希望你们出家人当然更不用说了 现在很多出家人整天都是搞一些命令 搞一些财富 看见以后真的还是非常遗憾 尤其是现在依靠佛法的手段 依靠上司的手段来欺骗很多的众生 这一点大家也是一定要注意 尤其是一些诈骗的人 有一些假扎的人 经常欺骗一些信众 这方面希望你们在家人也是注意 前一段时间我们那个官家 经常也是在这个上面强调 现在我们上师圆寂以后 有些人可能还利用这个 就开始欺骗一些钱财 这是没有很大的意义 前一段时间很多人说 我们这个学院开发会 然后钱非常紧张 你们如果愿意发行的人 应该把钱打到我的账上面 打到我的考核上面 然后给别人也这样宣讲 这种现象如今非常多 现在很多汉地的一些居士没有偷牢 为什么说没有偷牢 首先他们根本不观察 说是这是什么祸福 这是什么上师 这样的话很崇拜 然后过了两天的时候 就开始说他的过失 然后诽谤他 我原来没有想过他 这样不是很好 首先应该好好地观察 现在以前是家祸福比较多 现在加坎坡也比较多 我们这个学院当中不要说是坎坡 就是连一个辅导的资格 都没有的有些人 到了别的地方的时候 就完全成了这个坎坡 那个坎坡 听到这个坎坡 那个坎坡的时候 有时候都是自己也有点惊讶 学院当中根本不成为坎坡 但是随着把它这样成为 也不好说的 以前印度 现在国外也是有这样的 印度金刚座说是有一个喇嘛 就是有一个喇嘛 就是他说旁边的人 你们就给我叫活佛 然后其他人来的时候 你们给我叫活佛 然后他们在超白金刚座的时候 其他的人就是说 活佛你好 你好 然后有一些香港和其他地方来的人 就认为他是活佛 然后他们就恭敬他 后来他就请到台湾去传法 但传法就是他什么法都不懂 就是后来可能也有一些收入 这些都是一些出家人的不好的地方 因此一般来讲在家人来讲 说出家人的过失 看出家人的过错就是不合理的 但是自己首先要观察善知识 这是可以的 知识在家人来讲也是应该可以的 现在这个社会非常复杂 不但是出家人当中也有家的 在家人当中也是家的非常多 所以首先是有一个地方说是 今天这个人是很了不起 然后人们都认为是 一个人说了以后 就开始大家都去崇拜 过一段时间 这个人就骗了很多很多的人 这个时候坏坏了他们的信心 然后对整个学院 对整个寺院都是不起信心 这些人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不可能的 我想说我们这里学院当中 也是成千上万个修行人 修行得非常好 他们的境界各方面来讲是 真的是在末法时代来讲 是非常值得难得的 难得的一些善知识也非常多 但是也有一些假的 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分析 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也是 常常的现在这些加麻为品也是非常多的 这一点也是 我如果没有智慧的人 经常会受骗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 我们在接受佛法的过程当中 也有很多佛法是真的 但是有些人没有真正他自己行持佛法 他有各种各样的目的 所以说希望你们有些在家人和出家人一定要辨别 辨别的话我觉得这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你第一次来的时候 你就还不一定马上要去医治 你先打听一下 到底这个人是真正是善知识 还是不是善知识 然后他的行为是怎么样 一两次好好地观察观察 观察完了以后 你采取医治的话也可能不是 因此尤其是我们现在 我们都比较担心 这次法王圆寂的话 很多人可能也很高兴 这次可能是会建灵塔 或者是做各种各样的 那天他们有些浪漫来看的时候 不知道有些浪漫的行为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很多人说是法心要修金子灵塔 银子灵塔 不过是到汉地和到别的地方去化缘 他一开口的时候有点害怕 一方面的话他们自己获得财产 我们也没有什么嫉妒性 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都不愿意 依靠上师如意宝的名声 依靠上师如意宝的缘起的这种核实 来欺骗很多众生 上师是对谁结缘真的获得很大的利益 上师的威力就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很多人最好是不要利用上师 和其他上师来养护自己 这是可能不太好 所以我们在这里 有些人贪图今世的快乐 然后想获得快乐的话 这些事简直是痴情往生 这种行为完全是不合理的 所以无论如何 都应当将为能舍弃今世之念 思维插屁股的尸土一般 刻薄荣幻地将其抛弃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们不能舍弃今世的念头 也就是说单只今世的念头 插屁股的尸土一般 这是扎盖山法里面也有避遇 古代的时候应该有这种生活传统 我原来认为这种行为 对藏传佛法的有些道理不一定理解 但实际上汉地也好 别的地方 比较偏僻的地方也有这样的习惯 所以扎盖山法里面说 有些上师看着先在上师面前听法 后来对上师一点都不管 就像插屁股的尸土一般 从此以后置之不利 从此以后再也不利了 这种人不具足发起的资格 扎盖山法里面主要是一直上师方面比喻的 那么这里我们对今世的这种一切贪恋的话 一点也是不执着 一看着今生的这种命运力量的话 就是看得很烦 对钱财 对名声 地位一点也是没有兴趣 那么这样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修行人 刻不容缓地将其炮制 把今生的念头 他一刻长也是不拖延 很快的时间长 立即把它设计 必须要有这样的这种境界 然后阎国马克西也是这样讲的 今生前脸断 舍弃吃与穿 烈舍即胜素 我们应该断除今生的前脸 今生我对亲友 儿女 地位 财产 这些方面的这种前脸和执着 一定要断除 同时对自己的吃 穿 孩子 身体 宿命 这些方面的执着也尽量能断除 当然我们现在 一天也是不吃不喝的话 肯定不行的 但是对吃饭的生活方面 不能太讲究 我想今天按照一般的力算的话 农丽大念出一吧 很多人也可能特别执着 但今天我们法王如意宝愿集 大家都不会过年 这方面 但时间上 从昨天大念三十日 然后这天的吃饭 特别特别地讲究 今天可能要做一天的时间 然后形状颜色各方面非常执着 这实际上人们是非常愚痴 不如利用这个时间 应该好好地修持 因为过了一年的话 我们的宿命也断了一年了 这样的话 现在活在人间的时间就不多了 应该值得利用这个时间来好好地修持 但是人们不是这样的 他们对吃饭也非常执着 然后穿着方面的话 在大城市里面 现在社会上的生活比较豪华 那么每天都是上屋也换一个 下屋也换一个 然后对吃的 穿的也买很多高档的 但实际上我们的身体 都是不是很高档的 买很多高档的衣服 也是不一定有很大的利益 所以如果真正能看破军事的话 对自己的吃穿 生活 身体寿命等等 不会很自作的 应当思维盖伦派的大德们 什么得当不及的这种杀脱行为 他们对生活一定也是不有执着 没有什么得当不及 他们根本对生活的话 无有什么束缚 无牵无挂 没有牵挂的这种杀脱行为 生起眼里坚韧之心 依止圣伞 在趋无欺人的基地前行修则 应该趋无欺人就是 也没有任何人的地方去前行修则 以持之银横的熏学 内心必定会是生起莫名以求的境界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的内心当中 自己莫名以求的一些境界 才能显现出来 否则的话 可能整天都是好吃 好穿 然后一直成立在 现在的现代生活当中 那么你心里面像是 有些境界要生出来 但是这个可能没办法现实的 现在有些人的生活特别好 而且对希求生活的这种心 也非常的强烈 这样一来的话 你整天都是为了吃的 我今天穿什么 今天应该穿这个好衣服 应该就明天要换这个好衣服 何天再换一个衣服 这样一直想 然后今天就是中午吃什么样的好吃的 然后就一直这样想 晚上也吃什么好的 这样的话 尤其是我们现在大城市里面的吃饭 我是非常讨厌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为了吃一顿饭 就是话很长的事情 很多人就是所谓的玩具一趟 然后在那里一直吵吵唠唠唠 说没完没了的 大概可能吃一顿饭 也是要两三个小时 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 没有什么任何事宜的 因为吃饭 就是随便解决一下 吃一点水果 吃一点什么饭的话 马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后利用这个时间 你可以看书 可以修行 在佛法的一些真正的智慧 容来于自己的相续的话 这个多么有意义的 但是世间人士根本对这个话是不相信的 也可能不会接受的 所以我们这里应该有时候 生活 生活与佛法应该需要观察 但是现在的人们没有徒劳 觉得他们的这种习惯很有意义的 然后我们的这种习惯 觉得是没有任何事宜的 这是他们的看法 叶果马上师也是讲出一个非复制言的窍诀 就是非复制言 以提醒后人 人们与其谈论许多事实而非的道理 也不如百度诸佛菩萨的传记 确实我有这种感受 人们经常是谈论一些事实而非的 表面上看来是对的 实际上这种道理一点也是不合理的 一点也是不合理的 事实而非的这些大道理讲得非常多的 讲起来也是多么精彩的 但是不如你百度一些诸佛菩萨 高僧大德们 让一些千百的这些 嘎当派的大德们如何修持 如何精进 让他们对人生的生活是如何 这方面如果去百度的话 真是在心里面还是很快乐的 了解彼等 从当初制止后来是如何世间的 看看像米拉人巴还有嘎当派的这些大德们 他们的生活最初的时候是怎么样 中间是怎么样 最后获得什么样的成就 从这方面观察的话 应该有意义的 我们这些世间人 开始的时候也是为了生活而忙碌 中间的时候也是为了生活而忙碌 当你离开人生的时候 你的生活一定也是没有任何事业和价值 所以这样不如百度一些高僧大德 和诸佛菩萨的传记的话 自己的生活是真是有意义的 只有这样才是极为善妙 不会被狂骗的 就是只有这样的话 不会被欺货的 所以我们方便的时候 希望大家还是应该自己的传统 自己的这种形象 最好是不要容易改变 就是不要容易改变 波多瓦格西也是隐隐地教会道 如果为了了知堪布今生的道理 我们就会失无忌惮地造作恶业 在短暂的人生当中 心者拒不胜举 情主难受的种种罪业 就是情主难受 情主难受 情主难受 以前古代比如说 这个作品上写文字吧 但是这个作品上写文字的话 因为这个事情非常多 所有的作品全部用完了 也是还是说不完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短暂的人生当中 也是造作了说不清的 拒不胜缩的 这样的这种恶业 造了很多很多的恶业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懂得堪布今生的话 很多世间人 就可以看得出来吧 他们就是为了生活 为了一些工作 为了一些家庭的话 在短暂的人生是很短暂的 几十年的这种念头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造了无法记住的这种罪业 造了 如果明了此理 如果我们已经懂得了这个道理的话 就会终止一切恶心 温柔泰善的信念也是会有染而生的 如果我们真正是懂得了堪布今生 这个胆着今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话 那你无论是在家人 无论还是出家人 你一定会是 在短暂的人生当中 你的信心会稳固起来的 而且在自己的境界 也是自然而然的会产生的 所以这种堪布今生 对嘎登派是为什么这么重视 但我们很多人口头上都是 我也说得来 你们也是可能说得来 但实际真正是 真正在有些行为当中去堪布的话 恐怕也有点困难 但不管怎么困难 我们首先要懂得一定要堪布 没有堪布的话 这个修行是不成功的 因此 首先在堪布今生的基础上 再去修持一些密法 修行一些道理的话 这是很好的 现在一些道友 刚来的时候 他就根本不谈论堪布今生 然后只谈到大阅门的一些最高的境界的时候 我都没有兴趣回答 没有兴趣回答 你先好好地修一修加行 大圆门前行和入菩萨行来 然后再看看修行门缓里面的堪布今生 然后真正是 原来阿修罗姆给他们说的是对的 就是一刹那的 我明天会不会死 这样的念头都没有的话 你还求什么大圆门 然后你对这个精神一定也是没有堪布的话 那么想获得精神成就的话 恐怕有点困难的 因此经常是对这个世间不要太执着 太执着的话实际上是 也没有很大的意义 因此我们经常跟世间人 不信佛教的人 虽然信一点佛教 但是还是没有进入的 这些人的言语 他们的行为当中 都能时时都会发现 所谓的佛法根本没有融入于心 所谓的佛法真正融入于心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的行为 你的言行 你的兴趣 各方面有大大的改变 因此堪布今生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没有堪布的话 那短暂的人生当中 造了很多的罪业 如果你看破了精神的话 所有的恶心也断住了 而且自己的信心 也是温柔太善 当别人向当巴格西 请求窍诀的时候 格西是这样说到的 他说 我没有什么其他的窍诀 我是师父的弟子 应该学习堪布今世的信念 别人给他求你 可不可以上师给我穿一个 最深深的大圆满 大树荫的窍诀 或者是给我穿一个气功法 或者穿一个扎龙法 在上师面前这样请求的时候 上师没有穿别的法 就是我的师父的弟子 不知道他的师父是谁 我看他没有注释吧 然后他说 我是我的精感上师的弟子 那么我只有堪布今世的教言 就是堪布今世 你如果愿意的话 你好好地修持 只有这样才对你的行为真正有改变的 如果你没有堪布今世的话 其他的窍诀不一定用得上 所以戈西没有穿其他的法 只给他穿了堪布今世的法 尽求巴尊者也是这样说的 没有比了无牵挂更快乐的事 现在我们对生活上 什么事情都是没有牵挂 是最快乐的事 但有些人还是放不下来 对这个牵挂 对那个牵挂 整天都是 我们这里有些修行人 也是整天都是修行 整天都是打电话 我都有时候是问一些书电话的这些人 就是电话打得最多的是谁 然后有些优点士的人 就是问写信最多的人是谁 我就问的话 他们都经常有心中有所爱 这个人对社会的关系很不错的 如果世间人的角度来讲 这个人是很有前途的 你看他的电话号号码也是最多的 然后这个人对外来的联系 还是最多的 但我们这个修行人 对外面联系越来越多的话 这并不是很好的修行人 每天都是你跟这个打电话 每天都是跟这个写信 每天都跟这个说法 每天都是跟这个请客 这没有什么很好的境界了 所以我们如果是了为牵挂的话 那么这是最快乐的事 也没有比无有事是更容易的事了 就是没有什么琐事的话 时间的没有什么琐事是最好的 当然这个佛法方面的闻思修行 什么都没有的话 这个修行人是很惭愧的 但有些人是世间上的一些说事是最多的 然后佛法上的这个事实的话 几乎都可以说是无作事实 这样不是很好 应该是这个 时间上就是没有什么事实的 然后这个佛法上 不管是看啊 闻啊 诗啊 修啊 等各方面 应该每天都是忙碌 每天都是忙碌不易 这样就是最好的修行人了 更没有比妥妻自作更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妥妻自作 现在对这个世间的任何法方面 最好是没有这个 甚至对自己的身体啊 名声啊 财产啊 就是这些方面一点也是不自作 这样的这个修行人是最好的 撒迦班智达也是这样说的 一切自作则快乐 为人所以皆痛苦 如果自己呢 就是只有自作 只有自己这个修行 那么这就是世间上是最快乐的 如果是在人的这个控制下 人的束缚下的话 是最痛苦的 上层之乐乃信誉 就是所有的快乐当中的上层之乐呢 就是心的快乐 上层之财即不舍 就是上层之财无奸扎 就是我们这个最好的一些道友 最好的朋友呢 就是最好是不要有这个奸扎心 知者持生当求者 知者的话呢 就是应该这个修者上面 所讲的这些道理 尚若修法乐毕临 且观圣贤与道者 所求圆满总不同 这个如果修法的话呢 就是自己会快乐的 这一点呢 我们看一些千百的高僧大德们 和道者的这个差别来 就是来这个可以观察的 有些这个道者的话呢 他最后呢 就是可能这个坐牢 就是人生也是非常痛苦的 来世也是非常痛苦的 原来我们写过一个修行的旅途吧 就是里面呢 就是也是这个专门讲的 有些这个圣者的话呢 他这个首先是苦心 最后的话呢就是非常快乐 他这种快乐呢 不但是不但是今生快乐 而且来世也是非常快乐的 因此我们这个有些道者 和这个圣者之间的差别 可以这个观察出 嗯 嗯 还有那个相争扬吧 就是相争扬吧 尊者也这样讲的 如果心存 动死也罢 恶死也罢 世事苏怪的担破 而尽情修行 再即不可能会动死的 更不可能会恶死的 我们现在修法的时候 哎我动死就动死 恶死就恶死吧 不管是怎么样 我一定要到那中去这个修行 然后在这个这个小坡房子里面 就是还是这个尽尽一律的 加密反对也是反对吧 就是恶死也就恶死 动死也就恶死 这样的话呢 首先是可能旁边 有些金刚道友 也是帮助你就是帮助你 最后的话呢 就是根本不会动死的 也不会恶死的 我们这个学院 这么多年以来的话呢 有些这个自己这个修错了 或者是自己的是这个 有些精神病就是可能是 稍微这个脚啊 手啊动一点就是可能有的 但是真正修行当中苦心 而动死恶死的呢 就是在学院这么多年以来 这么多人这个苦心呢 就根本没有这个发生过 所以在这个历史上呢 真正会动死恶死的呢 就是不会有的 只要是首先我们 应该有这种魔力 就这种有这个魄力 动死都动死 恶死就恶死 不管是怎么样 我还是大家坐在这里 一定要这个坚持的去修持 首先有需要这样的一种这个毅力 这样的话呢 你根本不会动死的 也不会恶死的 不过我们现在有些工房里面 有些这个刚来的一些人呢 真的有点这个生活有点困难 就是那天我刚发这个生活费的时候呢 就是也采访了很多人 很多人呢就是只有八十块钱 后来我心里面想啊 那个一定要这个只有八十块钱呢 就是一个月当中 只有八十块钱呢 这个过生活的话呢 真的有点困难 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呢 没有钱 这里有一个人的钱包掉了 是谁的就是 等一会儿去 可能里面有大概一百块钱左右 我刚才大概悄悄地看了一下 这个如果这个没有钱的话呢 真的有点困难就是 后来就是他们有些事主也是帮助 就是帮助的话呢 我想以后我们这里 有些人呢就是生活还是很这个苦心的 这样的话呢 只有那个我们这个下一个月吧 就是下一个就这个月开始 因为这个月可能生活费都 昨天都前天都发办了 这样的话 就从这个新的一年开始的话呢 如果只有这个这个生活 这个我们这里的生活费以外 其他没有输入的话呢 你们跟管家说一下 我想是在这个上面 在这个不足就是加一点 不然的话呢 就是光是这个生活费 所以要买这个什么菜啊 就是还有米啊 然后呢 尤其是我们这里这个女总这边的话呢 也喜欢吃一些小吃 就是什么就是吃一点糖果啊 就是什么 买一些这个那个都是喜欢 就是这样的话呢 可能八十块钱真的有点解决很困难的 因此呢 有些人可能有点不好意思 但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释迦牟尼佛时代的时候 这个出家人呢 花园这个过生活 就是但我们呢 这里也没有到这个汉地去花园 就也没有到别的地方去花园 这里有些善心者安排的 这样的话呢 我想是从这个月开始呢 就只有那个 其他外面的一些 什么经济来源 没有的一些修行人 苦行人 我那天看到好几个人 就是了解了一下 就是有些人这是这样 已经好几年了 就是轻轻是依靠八十块钱这个生活 就是这样的话是恐怕很困难的 一方面呢就是有很大的功德 就是但一方面的话呢 就是现在在这个社会当中 八十块钱也是可能解决不了什么事情 因此我想呢 就是还有一些高僧大德和一些施主呢 就是所帮助 这样的话呢 暂时可能我能解决一点点 就是这样的话是 从这个月的开始呢 你们自己那个就是自己可能造一下 也可以好一点 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就是跟官家说一下就是 就是主要是这个生活费方面 但是这个我们这样的这个苦行的话呢 就是也不会饿死的 也不会动死的 其实你们的这种这个精神 我们这里的这个修行人呢 真的我有时候像是这个 还是很很佩服的 有些这里的这个修行人的话呢 我都有些外面的一些高僧大德 这些都是有时候不能起信心就是 好像他们的一些行为 是不是佛法当中所说的 但是我们这里有些苦行的僧人呢 这对他们来说是真的起信心就是 这个佛法当中真的需要这样 这样的话呢就是 不管是精神来世呢 就是一定会是有很大的功德和利益就是 所以呢 这个如果我们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是 不管是动死恶死就是 怎么样就可以就是 有这样的一种精神的话呢 那不会动死也不会恶死的 以前那个像那能多戒往戏就是尊者 他也是这样说的 修行人住在山中受日 尚未饥饿之前 牧童就会给送来食物 修行人住在山里面的时候呢 还没有饿死的时候 还没有饥饿的时候呢 有些牧童可能看见了 他自己也可能就是去牧童看见的地方去吧 然后后来牧童他就告诉村里面的这些其他的人吧 就是说是那个山上面有个修行人生活比较困难 你看他那个山洞里面只有一个藏坡可来 其他什么东西都是没有的 然后这些村里面的人呢 就是开始互相辗传告诉 听说那边有一个苦心修行人 一定要我们去供养他一定要去草白他 后来呢就是人们也是落意不惧地去前来供养 然后这个山里的修行人呢就是越来越发财 原来那边有一个我们淡堡那个地方呢 就是有一个修行人 刚来的时候这个修行人呢 就是还是特别自主少欲 然后只有一个碗和一个藏坡可袋 就是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就是后来呢就是他们就是也发现了 以后就是当地的人特别特别的崇拜 就是后来好像他离开那个当地的时候 都是特别特别富裕就是有时候也太过分了 有些修行人主要是自己的这种行为不能制作 有些修行人呢他坚持了自己的这种行为 但是我们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就是当你有这个财产的时候呢 就是最好也不要去制作 就是这是这个犹如的这种财产 没有任何实质 然后这个没有财产的时候呢 就是也不用这个伤心 总的来讲 不管是你有财产 没有财产 有地位 没有地位 自己的这个闻思修行的这种行为呢 不要涉及就是 这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 仅仅是为了财产的话 去希求也不好的 有一点财产的时候特别执着 或者特别抛弃的话 这也是可能有一种执着 但最好不管怎么样自己的修行 这种行为 永远都不要舍弃 也不要有什么轻松 这个很重要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下面大家一起回相供的 下面大家一起回相供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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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